你好老四季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波斯人 那這場比賽是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日本人 日本人的話他的一些經濟建築很便宜 都是半價 什麼拔木場啊魔法啊 這個採礦永定啊 都是半價 所以這個半價前期的省下木頭 就可以多灑一點田 補充一下日本的前期的經濟 看起來日本這邊是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金晃 雖然這個位置很棒 我覺得這個位置很OK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 看起來他要圍的地方蠻大的喔 他如果要圍大的話 就是要這樣子圍這樣子圍 前期圍架的負擔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要小圍的話 比較簡單 小圍就是這邊稍微圍一下 這邊圍起來 然後這裡圍起來 然後這裡用TC連防 這樣子圍的話是最簡單的 比較尷尬的是喔 如果這樣子圍 然後不出兵的話 那這邊就要插個箭頭 去防這個金礦 就OK了 好 那再繼續講日本的一個能力喔 日本人的話他是步兵圍族的一股命 到風箭時代的時候 步兵有33%的攻速加成 所以這個擊兵跟這個劍勇 還有他的日本武士 攻擊速度是全部性命 步兵速度最快的一個文明 所以千萬不要跟日本人打步兵喔 你絕對會被打到駝破血喔 最好是出這個弓兵喔 去打他 波斯呢 剛好有這個波斯弓兵的科技喔 銀貫點完之後 波斯的弓兵是不需要消耗黃金的 只需要消耗這個木頭 那只要消耗木頭的話 那波斯的垃圾兵喔 這個小弓喔 就會無限生產 就可以一直射一直爽 怎麼射都射不完 那波斯的話 最大的特點就是他TC的工作效率喔 是非常強勢的 而且是到了城堡時代喔 TC可以狂開的情況下 這個TC運作效率實在是很好 大概是下四個TC 就會變成我TC的運作效率喔 這個運作效率不太能小看他 因為你要想這個 算是效率變好 村民就容易變多 聰明容易變多 自己自然就會好 所以波斯算是 我蠻推薦新手訓練的一個文明喔 因為他本身是有遊俠的文明 然後又有駱駝 即使遇到騎兵果 你也不用太害怕 因為你有駱駝可以出 你又有遊俠可以玩 因為新手玩馬國的話 比較適合 那波斯本身的話 也比較萬能一點 他還有這個 波斯弓兵可以打 你打這個弓兵也不用 升到強弩喔 就有這些免費垃圾兵可以打 算是比較練標準經濟的一個文明喔 我當初也是被推薦 欸 決定版剛出來的時候 被天空熊推薦打這個波斯喔 也練了波斯一陣子喔 確實波斯也真的蠻適合我 但玩到後面我個人 最近阿 我覺得我更適合玩這個波蘭 波蘭給的肉很多 玩起來更有趣一點 那這邊 日本這邊直接打棒棒 但是這邊 棒棒還沒有升到裝甲 而且只出兩隻 通常出兩隻裝甲的情況 而不是裝甲棒棒的情況 就不會去點裝甲了 通常是會出到三隻才去點裝甲 這個投資報酬力才比較正比一點 但日本的話 情況可能就不同 如果 他後期沒有打日本武士 還是有可能去升這個裝甲 可以先行投資的概念 有可能會打這個劍勇之類的 那日本的攻速加成 是這個封建時代開始才有的 所以這個天安時代的棒棒 攻速是比較快的 只是一般速度而已 欸 但是波斯這邊也是打棒棒 兩邊都是打棒棒的情況下 那看起來 波斯可能會有點煩喔 會有點煩 尷尬 因為波斯如果棒棒互打 攻劍時代可能會打不贏 但是棒棒 欸 日本出到第三隻 看起來日本這邊還是要升裝甲 升到三隻棒棒 喔 四隻 四隻棒棒 然後升裝甲 哇 他是想要刀砍死人 打最兇的那種 好 但是 波斯也是選擇打這個裝甲步兵 兩邊都是要升裝甲的tempo 那 對手如果看到對方升裝甲的話 日本這邊不一定會點這個裝甲步兵升級 當然我覺得還是會點 很會是優先點這個射箭場 先把這個射箭場趕快優先堵下 欸 他發現自己放太遠了 好放在家裡一點 這個PG才能走到這個射箭場的位置 好家裡這個木區沒有守好 被赤猴卡了一個位 哇 把裡面的村民趕了出來 日本這邊小小的失誤 造成小小的經濟損失 那這邊 喔呦 來了很多的 欸這個赤猴要被闖死了 好直接開6 棒棒直接超爛 然後這個時候的日本就有攻速加成了 所以靠速度非常快 靠速度 但是這邊果然日本沒有升級裝甲步兵喔 這個投資層本太高了 肉量要給很多 他遇到這種情況 家裡已經下射箭場了 這個肉通常是會留給小弓喔 還有這個金也是留給小弓 肉為什麼要留給小弓 是因為他會蓋這個兵工場 缺責這個一級射 一級射 一百肉 跟五十斤 那自己的甜沒有那麼多的情況 然後這裡的果樹也被燒了喔 那可能肉會有點缺喔 所以這個裝甲投資 可能現在就不會投了 是要轉向於偏攻兵的情況 但是這邊 波士也早就準備好了 進攻場也準備下 小弓也在出 兩邊的打法都算是一個標準式的開局打法 但是 目前看起來波士的流程更好一點 這個裝甲都升好了 然後工兵出去的時間OK 然後一級射也好 流程整體來說 是比日本還要好的 哇 日本第二次被經濟燒了 哇 真的是要爆炸了 然後日本這邊 由於他們點下一級射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 沒辦法 跟對方公兵對射 過去可能會被當標靶射而已喔 因為射也太差了 好 這邊終點下一級射 因為這個一級射一百肉 前期的投資實在太困難了 裝甲依舊是沒有去升級了 這還是棒棒的狀態 哇 那日本這邊有點小小的被壓制喔 這個連主晶都被斷晶了 經濟部分 拖絲燒得非常好 但後面有這些冰包夾 日本可能 打得贏嗎 這邊可能要趕快蓋一個木牆 成本成本成本 哎呀沒有蓋成本 這手術不夠啦 果然喔 這個CD果還是需要一定的手術啊 沒有手術是不行的 好 趕快蓋房子 蓋了 蓋了蓋了 蓋的話就不會有事 OK棒棒跟公兵 直接包夾這邊的單位 搞定 棒棒直接開敲裝甲 但是日本的棒棒 有個攻速加成直接靠爛 哇 POSE的兩隻裝甲 只收掉了一隻棒棒 果然日本我就是要打步兵啊 不能要幹嘛 對不對 哇這個步兵啊 果然是攻速真是美麗 好來看一下這個 兩邊的後續打法 日本這邊經濟嚴重被騷擾到 但是心中大幸喔 日本這邊是沒有 欸這邊燒到一村喔 是沒有死村的 才剛講完日本沒有死村 結果日本就殺一村了 殺到這邊挖木牆的一個村 看他這邊 在追擊 兩邊在秀操作 小公回頭射 但小公只有三隻戰寶 只要往前走的話 海龍就可以戳到對方的小公 所以這邊只能先撤退了 不能再射了 欸欸欸欸 趕快走 哎呀又殘血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看起來日本 反擊 OK嗎 哎呀 哎呀哎呀 這邊看起來射歪很多東西 但是戰毛解掉 兩隻都殘血 但射不到 這個躲得很不錯 好 好小公直接走過來 好拳擊 開扁 沉血的弓兵 不足為罪 欸欸欸 直接扁光 好看起來 日本這邊 經濟 有點慢慢拉回來了 這邊肉量也升滿多的 然後這邊也用這個房子圍好了 日本防守這邊看起來做得還不錯 但波羅斯這邊也是選擇一個大 投資的成本也是太多了 所以兩邊都是經濟都差不多爛 但日本這邊是好一點 看起來日本上封殿世代 雖然封殿世代有點被打到的感覺 但是波羅斯這邊農田傻太少的關係 所以有點難上到這個城堡世代 好 好 這邊波羅斯公兵 再來過一個騷擾 能不能騷擾一村啊 有點困難 日本這邊一擊絕境也要好了 欸這邊公兵數量有點多欸 十隻 十隻小公的話打木場速度蠻快的喔 看一下 這邊能不能射進去 這邊沒有防止喔 只有一滴血 這邊有敲下去 連第一滴都沒敲的 好趕快多拿點充殿來敲 硬敲起來 補一下補一下 補一下 欸能補好嗎 呦看起來挺OK的 好 好 空兵直接原地倒地 日本看起來 待會上城堡時代是要打這個奴兵喔 因為連這個一擊 補甲都點下 反正是波羅斯這邊 我覺得他的想法 還沒有想好的感覺喔 因為這邊 他喔 上城堡時代 應該是要打這個騎士才對的 但是這邊還沒點下這個一擊馬卡 這馬就裡面補 反正是雙四箭場 那如果是波羅斯要打弓兵的情況下 我覺得沒有特別用 真的沒有特別用 因為他這個時間點喔 已經 時代輸人家了 日本這邊早就已經上城堡了 然後這個奴兵的升級喔 跟二級士都要底下 你這時候再走進來 就有點在找死 你知道嗎 啊完了要變身了 啊變身了 直接上去 開點 射程優勢有了 冰凍優勢有 往前點 在裡面開始秀操作 好 日本這邊想要再繼續往前 他覺得這頭工兵要送掉 雖然還是想要升這個奴兵的升級 但是 工兵越來越來越多 可能要對射 就像現在日本對射也沒問題 往前A也OK的 直接往前A射掉一隻 再射掉一隻 OK 散一下兵 B字陣型走開 再縮 再躲箭矢 但是 波斯這邊也上到了奴兵了 把奴兵上來之後 兩邊開始對射 兩邊都想要極限速操作 但是操作看起來 波斯這邊要倒光了 好 直接上去往前貼光 OK 沒問題 日本這邊操作秀得還不錯 有做到該做的事情 那日本這邊選擇是先下TC 就是先下大選 因為通常打工兵開局的玩家們 有人會先選擇先下大選 但我覺得這個標準還是要先下個TC 再下這個大選比較好 雖然這個彈刀選時間會再更拖得更晚一點 但至少自己經濟不會太崩塌 所以這個日本 覺得這個選擇還算不錯 這個TC射下去之後 如果主經就木頭 就能守住 所以相當好的一個決定 好 但是日本沒有出這個奇兵波斯也沒有 其實這種情況是需要出奇兵來做點事情 但兩邊都沒有 但也有可能他們是觀察到 對方都已經維持的情況下 所以才不出這個奇兵的 但我覺得日本是可以出的 但日本要出的話 木頭可能就不太夠了 這邊直接開3TC 木頭會不夠 原因是因為要去生這個 弓兵喔 還有按這個大選跟PC的關係 木頭一定是不夠的 但你看到如果他有出 陳寶瑟有出奇兵的話 可以直接去打這個木牆 讓這個波斯的防守成本 再來畫得更多一點 有機會打破洞的話 也可以讓弓兵進去 那奇兵可以在進去裡面騷擾 然後讓波斯的前期的一個壓力 前期戰線的壓力 就變成放到家裡 那日本很容易就可以在前面 拿到一點小小的優勢 這算是比較高手會做的事情 像我 我也本身 不太會去做這種 分推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 這個手術成本有點高 而且有時候自己在打的時候 有點會有點 怎麼說呢 就是 有點 有點盲點讚 因為我們在看別人打的時候 都知道 都很知道現在這個情況要幹嘛 就是旁觀者欽嗎 旁觀者欽 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就是 你看別人玩的時候都知道幹嘛 但自己在打的時候 你會一直在想 不想升 升奴賓 然後升二級射 然後升二級仿 然後彈道雪 就不會去想要去升這個騎士 去弄對面 也不會去想要蓋球刀岳去撿遺跡 幹我現在假的被封鎖了 點在我家旁 在我家旁邊 揉揉手 沒有機會去點 點這個遺跡啊 對不對 就會這樣想 自己在玩手術就很容易這樣子 所以這個啊 就是多看比賽的好處 就是會了解到 高手們之間的對手 會他們自己在玩手 會遇到什麼問題 在自己玩手也可以去反思 對高手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那自己要更小心一點 不要遇到這些 小缺點跟問題 波斯這邊還是沒有補下 那這個蠻舊 兩邊都是打一個純弓兵 但是我覺得打純弓兵的話 波斯終究是比不過日本 除非波斯趕快點下這個 波斯弓兵的科技喔 再去打弓兵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他現在出弓兵還是需要黃金的 因為沒有蓋城堡的話 還是要去 挖黃金去跟對方換 這樣換下來 雖然兩邊弓兵 城堡實在都是一樣強 並沒有誰比較優勢 但是就是 他說是有這個能力喔 有這個特殊能力 應該就是要去善用他 而不是 花大把的一個黃金喔 繼續出弓兵才對 我覺得不如把這個 黃金投資在工程 幾乎是騎兵上會更好 那弓兵的話可能就不出 如果真被壓迫的話 就出點戰嘛 防守比較好 那像他這樣子喔 一直用黃金去 出弓兵的情況下 我是個人不太推薦 因為我自己也很常這樣子喔 就是城堡一直按不出來 波斯弓兵也點不下 如果要點的話 我就想說 都要你要上帝王世代 那帝王世代 再點這個波斯弓兵就好 那事實上喔 很多高手也是這樣子喔 帝王世代 再去點這個波斯弓兵 所以他們會比較偏向於一個 騎士加生侶的一個打法 生侶可以召對方騎士 然後騎士可以counter 不然就出一點BK 出頭車跟奴炮 龐頭這些工兵 或直接出戰馬 都可以 就是不要直接出 波斯 不要直接出奴兵 就是我個人觀點 看到關手我們都這樣打 就是會覺得出工兵 是一件不太優的事情 尤其是波斯 好 那波斯現在的工兵 你看好像出太多了 然後又花到黃金鎚在這邊喔 這也沒有三級色喔 然後也沒有強奴 所以這邊 上到帝王世代 這工兵的一個 效果很難變成主力喔 那你勢必還是要出一些頭車 唉唷 差點頭到 或是爐炮 或是戰馬 去解決對方的工兵 唉唷 差一點 直接硬點 哎呀 打到一發 還是這個頭車 應該還是可以再打一發 哎呀 日本這邊 人換掉台 頭車嗎 點一下 喔可以 好最後有換掉了 但是這頭工兵已經是血虧啦 這頭工兵少說 至少450斤吧 大概10隻左右 大概這個還頭車135而已 所以我就說嘛 波斯 出個頭車 戰毛防守 比較好了對不對 黃金 省起來用 不然你到這個帝王時代喔 可能會 彈藥良覺喔 好那前面這頭工兵也 確實也沒做到什麼事情 唉唷 那個 我也是 上第四角 馬後炮 所以殘忍講出這些有的美 但我自己打也是很容易 一直去按這個工兵 所以我才是爬不上去啦 玩波斯 像玩波蘭喔 分數就飆很快 勝率就很高 但玩波斯的話 這個點就是要注意喔 這個工兵真的不按太多 你看這個上帝王時代之後 哇 你這些工兵 還是 還是奴兵啊 還不能變強奴 而且你還花了這麼多黃金在投資 這個就是資源分配上 要去思考一件事 城堡時代該做什麼 帝王時代該做什麼 好 日本這邊把瓶器往外開了 頭車直接硬砸水啦 哇這一波頭車砸到了一些血量 但是這個應該是要找 欸有找到一棒 OK那這一個頭車就不虧了 順利砸死大概五到六隻的工兵 那也算是悔本了 這台頭車能換到如此大量的工兵也是OK的 好這邊想要來個V陣型 躲掉頭車的攻擊 然後再用操作直接硬點下工兵 然後再來V陣 雙V陣 雙V陣直接一點掉一台之後 往後撤了嗎 欸這邊再躲一下頭車的傷害 完美躲掉 那這邊上高低會反擊嗎 欸沒有 沒有反擊 沒有反擊的話這邊是要等化學齁 等騎士出啦 直接硬砍 哇你就還要出騎士的嘛對不對 好日本這邊還在城堡實彈 必沒有去點這個帝王實彈 欸有 波斯這個城堡蓋的位置 還OK喔 哇這一節吃石頭 呵呵呵 欸牡兵直接倒光 但是這邊工兵要死光的話 這邊在蓋城堡的時候 你們就會被發現 怎麼辦 這裡要繼續幹喔 騎士的後面追 好這邊如果日本立好了城堡的話 中間的高地會被日本搶走 的波斯的話 城堡只能蓋這個位置 這裡也是高地喔 但是這邊高地是更高的 好看起來日本 工兵也要開始死光了 對面波斯三級馬卡也在升 看起來波斯也是要打油小 波斯不打油小的話還是很可惜 但對方是日本喔 如果自己打油小的話 就要去思考 擊兵要怎麼處理 但擊兵我覺得對波斯也不是太大問題 只要點一下波斯 波斯攻兵之後 這個緬背小弓 可以瞬間喔 射殺這些奇異兵喔 所以這邊配兵喔 就是一個學問喔 波斯會不會意識到這一點 趕快去把自己的經濟抱起來 然後準備轉了一個波斯攻兵 會更好一點 但目前波斯的經濟浪費有點慘了 因為只有88吋 日本是122吋 日本經濟一直都有在運轉 提示有在開 所以這邊帝王的實戰 雖然上的比較賣老也是正常 因為這邊暗的村比較多嘛 但你要想啊 像現在122吋上帝王時代 這一段時間都是122吋的效率 在運作 雖然可能上時代這件事情 可能會讓太武通通像這樣子 沒有兵 可以防走 但家裡可以補下城堡或劍塔 做一個反擊 因為日本劍塔 他算是比較特別的喔 他有這個特殊科技喔 可以讓這個劍塔 變成兩倍傷害 雙倍箭矢傷害喔 所以這個劍塔對日本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防守選項喔 這邊城堡蓋這個位置 是想來硬挖石頭 但這邊也要上帝王時代 這個城堡可能會直接白給 剩下殘血的騎士 這邊跑來跑去 這邊直接把所有田滴掉 不要讓對方來砍這個田 看騎士慢慢走過來 但是家裡都是村民 沒有任何的單位可以反擊騎士 怎麼辦 疾病還沒有好 兩隻疾病走了過來 有疾病的話 就還有機會可以守住裡面家裡的經濟 波斯慢慢的把這個疾病 知道這裡有個漏洞 趕快把疾病派過來 巨頭也準備好了 巨頭高地喔 高地巨頭頭這個TC 但是這邊城門蓋得好 把大量騎士堵在門外 把這個鳳孝全部堵死 這邊有個漏洞 沒有補號 騎兵直接走進來 家裡已經有大量的殘忍兵在防守 這邊騎兵也在守 直接被燃截戳死 好巨頭直接投這個TC很快 哇 高打低的T 哇 這個巨頭高打低很快 哇 一發600T 爆了 哇 所以說這個城堡為什麼要建在高地的原因 就是這個高低很容易出來 這個巨頭就可以高打低 這個在拆建築物的時候 這個優勢就很大 好 凍莊騎士也補下了 這到底是7啊 600T 大概快600T 500 551喔 1 1顆551 哇 這個巨頭直接被一些大漢 滿身大漢給捶死了 好 那這邊POSE點下了這個重裝騎士的升級 但是攻擊還沒有升完喔 但重裝騎士的防護率已經也有了 品種也有了 血量140滴 還不錯 那這邊POSE可以考慮喔 再把這個竹技存起來 去點這個遊響 但是日本的擊兵也好了 日本的擊兵攻速是全武器最快的 攻擊就是最佳的防禦喔 日本就來演給你看 開始進攻城堡 但是對方城堡巨頭也架好 要來反擊巨頭 有點危險喔 這個趕快拉村來修 突然狂狂被砸光了 完蛋 哇果然一台爆了 第二台直接架滴滴 好直接上去戳巨頭 但對方騎士也過來拆巨頭 兩邊都在想要解決巨頭 巨頭要解決很麻煩 但這邊日本只用大量擊兵上前開戳 直接戳爛 這邊稍微來個回馬槍 回去拆巨頭 應該是能拆得掉 兩隻重裝應該沒問題 但是要被村民修改了 唉呀沒有解掉 最後這邊日本拿到了一點點的優勢喔 連把這邊的村民也全部解決掉 巨頭也在出 把日本這邊黃金喔 只花在巨頭上 正面單位只用疾病就能搞定了 好那這邊波斯開一點工兵喔 看起來是有點波斯工兵 波斯工兵之後 波斯工兵就可以解決這些疾病 這是我們剛剛中間講的 日本出疾病的話 波斯勢必是要出這個 波斯工兵來反擊的 日本遇到對方出工兵的情況 也可以考慮出一個戰 日本的工兵基本上是全滿的 空名護甲也是 所以不管怎麼打 日本對上波斯這個局面 日本我覺得是稍微有點優勢 以打正面來說啦 所以波斯可能要用遊俠的機動性喔 去做騷擾進攻比較好 而不是跟對方打一個正面 打正面的話 用這個大量的免費的波斯工兵去守就好 其他方面喔 只用遊俠 直接去運用村民 用這個遊俠去砍村民 會更實際一點 好騎士 果然還是要來騷擾 波斯工兵直接上高地牆 來硬點巨頭 但是這個局面需要有點多 好 下面這邊四隻騎士 直接砍村民 村民四處逃散 成功到了 哇靠 結果馬 波斯影給我再出馬功 怎麼看了火有點痛喔 結果日本也是馬功 兩邊都是馬功對決 日本馬功也算不錯的 他的馬功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畢竟也有重裝馬功喔 攻擊也可以到7加4 最後一些日本玩家 雖然不打步兵 會打強奴 但不打強奴的話 也可以打重裝馬功 機動性也是不錯的 好 波斯確實也用洗兵到處去騷擾 那家裡都是用弓兵在防守 那也把這塊野精喔 偷偷去挖了回來 可是日本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 這個彩晃地 應該都在他的 視野掌控之內了 右邊這邊巨頭 直接開拆TC很快 但是波斯的TC 血量是兩倍 4800D 實在是沒有那麼好拆 但是三台巨頭 拆的速度還是很快 剩下一發 就要被搞定了 但是最後一方沒有投 好 跑什麼 好 但是日本的馬功壓越多了 但是這個肉 64片田 但是卻沒有點日本武士 蠻奇怪的 這個肉量可以點日本武士的精銳升級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兩邊都是馬功開局 但是出師這邊經濟很慘 則106村 日本則是144村啊 好 但是日本是收 才點下去平衡 所以其他就80D 但是這邊的重裝馬功 卻有80D 好 那這邊馬功對射的話 波斯會很劣勢 因為波斯 必沒有三級射 所以射程會輸日本這邊一點 攻擊力也是輸一點 好 那這邊如果交換對射的話 我不太確定 這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波斯在高地 日本這邊對射可能會射輸 而且肉馬也過來了 這個高地要守嗎 還是要靠疾兵呢 這個局面靠疾兵守 好像沒什麼太大問題 咦 肉馬直接去拆巨頭去拆光 馬功在後面繼續輸出 然後利用肉馬去吸引箭矢 好 結果這一波看起來 波斯有點 敗退的感覺喔 因為他經濟有點跟不上 他的馬功分開速度了 馬功的量很少喔 日本這邊有繼續補下 大量的馬功喔 是補下大量的擊兵 這也是好選擇 可以選下一些黃金 而且那個擊兵喔 戳騎士喔 戳馬功 都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全體少出得到 但是只要一戳到喔 好這邊波斯的正面部隊喔 經濟槍擋住了 呃 但是馬功打這個擊兵喔 就有這個額外傷害 那個安息人戰術喔 撲兵傷很難高的 好前面肉馬要躲動 好躲一點箭矢屎 好這邊在躲動 又在躲動 躲動吸引箭矢屎傷害 但看起來 躲動的效果還是有限 數量才是真的喔 好你們的波斯弓想通了 還是要出這個波斯弓兵反擊 但波斯弓兵 要來打的話 可能很難打 因為波斯的弓兵 欸不要說波斯的弓兵喔 一般的弓兵 血量只有35滴血 但是日本喔 所以馬功有80滴血 但是人士弓兵的兩倍血量 所以這邊看起來很難打 波斯這邊打出了 GG 哇日本這邊肉跟黃金 黃金沒有贏 黃金沒有贏 但是木頭也有贏 基本的兩種資源喔 都算是贏得蠻多的 黃金跟石頭都是小書喔 那波斯這邊 是不是沒有點那個 二級伐木啊 看一下 幹 原來你真的什麼都沒點啊 我就想說奇怪你怎麼這麼窮 哇他二級伐木 二級農田都沒有點啊 難怪我想說為什麼 這個經濟量有點差啊 但日本這邊也是有失誤喔 這個輪走技術到了52分才點喔 但是波斯這邊才點 很早就點了 25分就點了 一個是52分 一個是25分 但是波斯沒有點二級農田跟二級木 這個影響就蠻大的了 而且這邊波斯雖然減到四個遺跡 但是卻沒有辦法扛下喔 正常的經濟值喔 因為波斯產村民速度效率很高的一個文明喔 卻被他打成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攻的一個概念喔 如果基本攻我練好的話 玩波斯喔應該是不會變成這樣子的 好應該說你的一個經濟運作喔 就不會落後太多人才對 因為波斯的TC運行來說是比較好一點的 不太可能村民會輸對手的 那基本經濟就好 後面打起來就不太容易輸 那有可能波斯這一局喔 最大問題應該是 他前面想要打強攻的關係喔 投資了BK跟大量的工兵喔 木頭啊那些的 把他蓋TC的成本喔 還有運作這些農田的量 給投資到了這個TC上 呃 前線的一個作戰上 所以導致他TC蓋不起來 然後農田的運作也沒有到非常好 所以有可能有點斷村的感覺 所以波斯喔 真的蠻適合大家去練習的喔 只要波斯玩得好 基本上你玩其他文明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